音樂 很多我的最新EP 叫不敢唱的情歌 然後裡面收入兩首 就是從那個EP的名稱 就可以聽到其實是 這次是應該是說 就是在18年做這個翻唱作品之後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再次的做自己原創的情歌 這件事 那你在錄製有歌 你不是會想到以前嗎 就是你想到在某一任的狀況 是 那好像是我出社會 好像已經脫離學生那種 純純的愛的 第一次很認真的去 經營感情這件事情 所以我其實跟他 在他身上我其實 學習到蠻多的東西 有一段感情 曾經在兩個月內胖了五公斤 我跟他都胖了五公斤 然後對方媽媽以為他壞肌 因為真的胖超多 我的宣傳服都穿不下 所以我就是那 趕快用了一個月 接到兩個月的時間 每天晚上工作完就去跑步 然後逼迫他也一起去跑步 感覺你的例外 怎樣要需要這種 喜歡被控制的人 我其實也沒有 我是一個蠻嚴格的人 控制狂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適合 我還真的特地回去問我前任 因為我一個前任已經是像家人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 他說他覺得我沒有控制 但是我有隨隨念 可是我就很愛念人 因為比較年輕的時候 會比較強勢一點點 然後我可能會認為說 這樣子是比較好的 比較對的 然後可能就會 讓另外一半感受到這種壓力 我覺得是這樣子 你交往的時候 不是都會跟人家 有一些約法的散仗 還什麼的嗎 也不是約法上 就是我是一個很直接的人 然後我也是一個很坦誠的人 所以我是那種會很快就談戀愛的人 以前年輕的時候 所以很常會彼此都還沒有認識清楚彼此 可能會活在自己的幻想或腦補裡面 所以就會發現 很容易在談戀愛之後 交往之後才開始有很多的爭執 像我會覺得說 然後它也是一個 你無法去控制跟預料的事情 對 所以我都會跟它分享說 如果你真的在跟我談戀愛的時候 有喜歡上別人 或者是有別的戀愛的感覺 我其實是會 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感情面我是這樣 就是我有我自己一些美好的藍圖 我明明不想結婚 但是我很想辦婚禮 就是為了收紅包 就是我有我自己想要婚禮 就是我想要辦在海島 當然就是野餐啊 然後風和麗麗啊 就是我自己會想辦這件事情 但是我不想結婚 所以就是把婚禮當派對 對 辦就好了 然後如果是這樣好像也不錯 然後就是騙 就是騙禮金嘛 假結婚真榨財 男生多久 因為你之前好像有說就是 你去那個 仁傑的那個婚禮 仁傑他真的是非常貼心 我的這個好兄弟 就是他在前一天 他就是忽然間打電話給我 然後跟我說 叫我要穿帥一點 所以就是真的就穿了我的那個 親密的那個 EP的宣傳服 然後就是去他的婚禮 就沒想到為什麼 我一個人坐在都不認識的一桌 像定維啊 一些同事們 他們都自己 就是坐別桌嘛 然後我為什麼坐旁邊 全部我都不認識 然後還知道原來那一桌 都是單身的人 我印象很深刻 是我旁邊是坐一個辣妹 他們認識的 我都覺得我是喜歡文青類嘛 他說怎麼會安排辣妹 坐我旁邊呢 什麼什麼 他就在那邊開玩笑這樣 所以辣妹你OK嗎 辣妹不錯啊 我覺得就是做朋友都很好 畢竟我好像真的也沒有 好像沒有談過 變愛是跟辣妹 就覺得辣妹好像不錯 所以那天認識完就 沒下文了 對 可能是因為潘叔叔 我就是 憑實力單身太久 已經有點忘記 或者是你不知道怎麼去 跟新的朋友聊天 或者是相處 我現在就是想要脫單 而且我還跟朋友打賭